《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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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的时候和李星雨 我们五个人一起去亚马逊雨林 在远离城市三百多公里的地方 待了16天 每到凌晨3点钟左右 就会有一群吼吼对着月亮歌唱 到早上4点多的黎明呢 就会有一只鸟通常会出现 它是最早起床的 好像会负责叫醒其他鸟起床一样 它会一直唱一个同样的调调 一直重复不停地唱啊唱啊唱 直到一家子一家子的鸟 开始在天空飞啊飞啊飞 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声音 可以说是其他物种的一种文明吧 哦 like a baby 到南美和亚马逊的寻生之旅的探索 让我对于地球的不同地域的自然声响 和不同人类族群的音乐文化 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就用这些声音做了一个 可以说是由声音音乐和故事的讲述 共同组成的一个声音纪录片 在满文化里面都相信万物有灵嘛 他们的音乐就会开始去模仿自然的声响 听到他们的音乐的时候真的是与荣尾一提的 印尼的Taraja文化里面 葬礼呢是欢乐的 他们相信死亡是通往扑牙 这片净土的一个过渡方式 所以他们会用一些欢呼歌唱跳舞 甚至是战事的舞蹈 来庆祝家人去世 我觉得这样的对于生命的态度非常有趣 后来想到其实很多乐器都起源于祭祀 音乐背后是文化 文化背后又是祖先的起源和信仰 就是他们跟那片土地自然的一种互动方式 而当我自己越去体验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生命越是宽博 每一次回到自然母亲的子宫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种重新焕发的生命力 心里面感觉像流淌着一条永恒之美的河流一样 就想要去表达它 想要跟这样的一种美感一直在一起 一直继续去探索自然与艺术 自然一种美感 Mix 谁还没有 怎么可能 你 być 或训较 baking 日本 中文字幕——YK